这条线的话就是 90的一半 45Enter OK 45之后的话呢 我今天 我要让这条线 可以 就是旋转22.5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旋转 我们先用旋转好了 旋转的话呢 你可以选这个按空白键 然后呢以这个当基准点对不对 我们可以旋转 不过特别注意 你旋转过去要把原来留下来 该输入什么 C 复制Enter 然后角度的话是 22.5 Enter 就一条线出来 再来呢在另外一边的话呢 旋转 然后基准点一样在这里 复制 CEnter 再一个什么呢 负的 22.5 Enter 这样就出来了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三点 做一个 绘制里面的符 三点就可以了 绘制里面三点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划出一个符 那当然 刚刚有提过 就是说 如果你不用什么呢 不用旋转加复制的话 可不可以用极坐标 当然也是可以啊 比如说我这 这一题也可以改为极坐标 你可以用那个 也是我们先划线 那极坐标记得按右键 22.5 先确定一下 是不是22.5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点 点一下 22.5出现 你直接到这一点就可以 点一下 那把空白键结束掉 然后再继续要划线的话 再按一下空白键 第二个是重复划线的指令 然后你可以 他正负的会是22.5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方便 点一下 哪一个快呢 但应该这个比较快吧 所以极坐标 我觉得有时候非常的好用 因为他非常的快速 那再来的话 一样会字 扶三点 一样 二 三 结束之后的话 这个应该就可以 就可以拿掉 拿掉之后的话 我们再做那个 环形正列 OK 那环形正列 前面有没有用过 点一下这个环形正列 物件选这里 空白键一下 中心点的话 给这里 点一下 再来的话 我们数量要多少 8个 Enter 360直接按Enter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最后按一个Enter 就完成这一题 OK那请各位也试试看 先试试看用那个 旋转的方式 是 然后再用极坐标 两个方式比对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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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